小朋友我给你们讲一下 在这个草牌上表面上看好像很危险 其实很安全的 这个草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薄薄的一层 但是它的水面下最长的地方有多深呢 有四米多深 有四米多深的这个草牌的 像一个草坛一样直起来的厚厚的一层 所以我们站在上面是非常安全的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一根草放进水盆 它一定会漂浮在水面上 如果换成一坨草呢 就会是这种状态 先来看一看 这鸡蛋两个大小基本相同 如果不放在草上 鸡蛋就会沉入水 现在我把另一颗鸡蛋放在草上 怎么样 这颗鸡蛋由于草的浮力 把它漂浮在了水面之上 这么看来呀 四米多厚的草垫子 的确可以具备一定的浮力 可是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了 普通的草根能长多长呢 能超过四米吗 北海湿地为什么能够形成这么厚的草牌呢 实际上北海湿地的草牌 学名是长年性漂浮状台草 不是某一种草组成的 而是由千万年来积攒的各种水草根须 串结形成 这就非常罕见了 好玩的撞草牌游戏就要开始了 被撞过的那块草牌慢慢的飘走了 两位小同学很快又发现了一个新问题 这个草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猪肝 因为我们这个草啊 如果不用猪肝固定在水面上的话 它就会随风啊去走 我们就找不到我们的草牌了 那么在这草牌上面呢 以前我们是可以种蔬菜的 还可以种稻谷 那很多农民呢 就在上面自己开发一小块草牌 然后呢在上面种稻谷 第二天起来呢 通常这样发现水素不见了 它自己的草牌不见了 就是因为这个草牌它可以随风吹走 吹到旁边其他人家的草牌上去了 找不到自己的草牌了 后来的农民为了固定就打下了竹桩 把它固定在这个地方 成为它自己的草牌 北海湿地里面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植物 都是多少万年前就已经形成的一个植物基因体系 那么呢植物很丰富 其中有172种是国家有名类的重点保护的植物 看到前面那个绿色的植物了没有 那是国家二类保护植物 它叫薛草 这个薛草还有一个神奇的功效 用这个薛草榨取的枝叶 就是那个草里面榨取的枝叶 有防癌抗癌的致病的作用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植物 另外呢这个雪里面呢 看到没有啊 这就是群菜 也是国家一类保护植物 这个群菜看是不是滑滑的啊 来 你看一看 它可以吃啊 你可以吃 它也吃 它也吃呢 你也吃一个好不好 你也吃 我也吃 我也吃 嗯 好不好吃啊 腾冲北海湿地 是火山爆发时流出岩浆堵塞峡谷 形成的高原火山艳色湖 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和发育 演化成了我国唯一一个火山湿地 草牌独特的海绵状植物根系 有很强的净化作用 是地球天然的过滤池 万年火山热海 千年古道边关 这就是腾冲 我们一起来探寻它的奇妙之处 你准备好了吗 同学们 刚才你们已经见过高山酸性湖 青海湖 还有飘着片片草牌的北海湿地 其实我们的腾冲城 还有一个更神奇的地方 你们都没有见过 那就是全国唯一的城市瀑布 野水和瀑布 现在你们看 就是前面的这个在鼓部下边 有一部分是珠状结尼 有横的也有树的 它是经过火山喷发以后 就形成的一个断层 珠状结尼的话 才呈现出来 野水瀑布的话 现在它的楼差是46米 主要是经过火山喷发以后 这个光烈层的话 形成了一个这个漏场 它是一个火山燕塞瀑布 它的这个河流的话 是从腾冲县城的白面 经过腾冲县城 流到这个断层 形成了这个瀑布 野水和瀑布 是中国唯一的城市火山艳色瀑布 体现出了火山活动的痕迹 其实腾冲地面上的泉水 河水并不都是热水 也有不少是低温温泉 温度在19摄氏度左右 比如著名的大派巨泉 这里有56个泉沿 每个泉沿的水流量都很大 一秒钟就能填满 4到5立方米的空间 是中国大陆罕见的火山岩巨泉 柱状节里所在地 黑鱼河峡谷 也有一条低温河流 终日温流不息 它是在熔岩流的作用下 地下水脉受到阻塞 露出地表而形成的 这条河的源头是一个巨大的泉沿 出水口分成两叉 每秒钟流量超过1400立方米 河面宽广 非常壮观 在一条普通的小河边 我们看到了这些奇怪的小棚子 你们知道这些棚子是干什么用的吗 人在避雨的时候可以躲到里面 我认为这些草棚子是放东西用的 因为这么矮的草棚子不可能给人或者动物使用 我觉得这个草棚子是养牲口的 我觉得这些草棚子可能是这些渔夫啊或者什么的 然后住的地方 我觉得这些草棚子可能是夏天 然后人们在河边乘凉的时候可能会有蚊虫来骚扰它们 它们就可以躲进这个帐篷里面 就是起到一个保护自己的作用 横冲的火山地热资源非常丰富 河床的沙滩上都很多温泉泉沿 每到冬天水位下降 温泉水就从河滩上 这里一股那里一股的冒出来 当地人利用春节休闲时间三五成勤的来到河边 找到泉沿后挖个坑 等热水蓄满以后 就是一个纯生态的温泉一池了 人们在这简易的窝棚里泡温泉 聊天 休闲放松 非常开心 欢迎回来 通过今天的畅游 我们会发现 腾冲周边的河流和湖泊 完全打破了我们平时对河流湖泊的认识 酸性的水 温暖的水 能够孕育独特草牌的水 这些都是火山活动 造就的奇观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我们的互动问题是 火山艳色湖 是怎么形成的呢 请把你的答案发到屏幕下方的邮箱 回答正确的前三位同学 将有机会参加我们下一轮的精彩活动 用科学的眼睛 看神奇的天下 千万别错过 好机会了 记住我们的联系方式 登录www.cctv.com 获达声讯电话 1689-5700-1169-96700 或者发邮件给芝麻开门2004atcina.com 成为